史蒂芬科为总结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他们分别是积极主动 以忠为始 要是第一 双赢思维 知彼知己 统合宗效 不断更新 但是任何好的事物都有坏的一面 习惯何尝不是如此 好坏只不过是修辞上的褒贬 而一个心理学上的特质往往间有好坏两面 你要高效吗 要么赵丹全收 要么与高效无缘 那么高效人士有哪些坏习惯呢 坏习惯以功力 是一点的学名叫做马基亚维利主义 好的一面是战略思维及目标手段 链接紧密 做事有章法绝对不会为了做事而做事 他们的目标系统构成一个战略地图 这种优秀品质发展到极致 就是把其人生大大小小的目标 也化成一幅战略地图 这样一来不仅自己累 而且让别人望而生畏 在周围人看来 他们做事目的性太强 计划性太强 憎恨做无用功 其实如今因而显得急功近利 做什么事交往什么人都基于价值估算 功力的结果就是 他们只有合作伙伴没有朋友 坏习惯二单调乏味高效的代价是生活 高效人是有毅力 我对毅力的定义是 为了长远目标 克制欲望 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的能力 毅力就是用来收拾自己的 高效人是收拾自己都成习惯了 俗话说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说的就是这类人 鲁迅说 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写桌上 喝咖啡多好啊 跟朋友喝咖啡多好啊 有朋自远方来一起喝咖啡多好啊 可高效人是不这么想 他们很少为了快乐的消磨时光 而喝咖啡 就算喝咖啡往往也是为了工作 他们早餐 午餐 下午茶 晚餐都在跟人谈事 根本不知道咖啡味道如何 心思都在事情上 高效能人士阵营里 甚至有人放言 never it alone 字面意思是 绝不独自用餐 实质意思是 不谈事不吃饭 此言一出 集成为此族类的作用 他们心里有事不能放松 害得你也不能放松 据以前CEO捷克维尔奇认为 工作与生活之间没有平衡 只有选择 毅力的极致就是完美主义 众多高效人士 过着强迫症式的生活 一个真的患有强迫症的高效人士 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霍华德修斯 他是美国著名航空家 工程师企业家电影导演 在旁观者的眼中 他几乎实现了所有男人的梦想 论财富对他来说是与生俱来的 论美女在他身边 用如云来形容毫不过分 论创造他可以设计飞机 论创业他曾经拥有 拉斯维加斯赌城 论改造社会 他彻底改变了当时 拉斯维加斯的黑社会形象 让赌城成为绅士淑女的乐园 论冒险他在两次驾驶飞机 绕地球飞的过程中失识 侥幸没死 他嫌现实还不够刺激 于是进军好莱坞成为导演 他死后成了几部电影中的人物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成功人士 人生却以强迫症收尾 表现之一是吃豆子的方式 必须把豆子从大到小 排好顺序然后再吃 贝克汉姆衰成就教人 也是个强迫症患者 他会花几个小时 把家里的杂质摆放整齐 买袜子一定买双数 这样落起来才可能一样高 看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样子 迷人的同时是否有些拘谨 会习惯三成就型焦虑 高效人士因成就动机强烈 而时常陷入挫败感 他们要么报复远大 要么精益求精 或者十分在意脸面 或者内心怀有梦想 如果说知足常乐 那么不知足则常有挫败感 仿佛没有成就感 就活不下去一般 他们憎恨失败 把每一次机会都当成 孤注一掷 时常陷入焦虑 这种焦虑状态 随着准备工作的完成 而得以缓起 焦虑状态可以让高效人士 暂时放弃任务以外的活动 专注于迎接挑战 但往往给周围人带来压力 他们对自己要求高 对别人也如此 所以他们也带给别人挫败感 怀习惯思挑剔环境 人们适应环境 有三种方式 一是改造环境 以适应自我 二是改造自我 以适应环境 三是换个环境 一走了之 高效人士偏爱改造环境 这源于他们的自信和成败观 心理学对于归因 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 人们都知道 任何事情的发生与否 结局如何 既取决于人的能力和努力 又取决于外在条件和偶然因素 但是不同人专注于不同的侧名 有人看到能力和努力多一点 另一些人看到外在条件和偶然因素多一点 于是在对世间万物的解释上 出现了外归因内归因 两种风格 外归因的人 往往这样解释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成败 生不逢时大势所需 换了谁都一样 而内归因的人往往 这样解释自己和评论别人的成败 有志者是进程 是在人为他们甚至相信人定胜天 这种不服输不认命动辄改变环境 而不肯取就于环境的性格 一方面带给他们高效 一方面也让他们与环境格格不入 坏习惯物咄咄逼人 高效人士的控制欲和支配欲 比低小人士强很多 显然这种特征不是很讨人喜欢 他们在对话中 愿说不愿听 觉得自己的观点很重要 急于表达随意打断别人 一旦对谈话失去兴趣 就立即转移话题 杰克维尔奇有一次心脏病发作 躺在病床上 居然还像一位CEO一样 把医生指挥的团团转 作为病人 不管是CEO还是总统 就应该打磕场 而不该宣斌夺主 坏习惯六位行行为 雷行行为的具体表现是报复远大 争强好胜对人有敌意 疲于奔命的快节奏 以及易怒的脾气 敌意跟争强好胜有关高效人士 喜欢竞争是很多人 为竞争对手 我的一位美国前同事 有一句名言 Beat and in their base 意思是在别人最卓越的领域 击败他们 被称为职场圣斗士 高效人士总是急匆匆的 这源于他们时间紧迫感太强 这种快节奏 让他们高效的同时 让一般人感觉跟不上 心理学研究发现 一个人的成就动机 跟睡眠时间成反比 高效人士睡觉少 更有甚者在睡梦中 居然继续工作 高效人士酷爱同时忙几件事 所谓Multi Destin 他们每天日程排得满满的 每天有一个To-Do list 每完成一个就化掉一个 每次化掉一个就获得满足感 我的一位客户是某集团公司创始人 告诉我经常一天去三个城市 另一位朋友经常飞国际航线 他的书就是在飞机上写成的 那行行为容易引发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最近的研究发现 真正对健康有害的不是报复远大 时间紧迫感 以及竞争心理而是敌意 何以暴怒这两个行为特质 在企业里一行性格的人高效的代价是健康 坏习惯气为人苛刻 高效人士对自己是内归因 对别人也往往如此 所以对别人的要求也相对高 低效人士怨天高效人士忧人 高效人士自己中诺首识 也要求别人如此 他们欣赏同类 其实低效人士最不能忍受三类人 为人懒人不靠谱的人 乔布斯对这三类人则是零容忍 一旦发现立即炒鱿鱼 如果你摊上一位乔布斯这样的高效老板 那就只有比他更聪明更勤快一诺千金 否则跟着他职业生涯只有死路一条 高效人士的苛刻 有时也会聚合作伙伴于千里之外 高效人士的这七个坏习惯 加上七个好习惯 让高效人士的心理特质变得立体真实 这些好习惯和坏习惯 你分别占了几条呢 本视频根据风里李逢的文章整理编辑 感谢观看